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对中国企业实施非法的单边制裁 绝不接受美方的无端指责和施压 我要强调的是 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和当事方 始终坚持劝和促谈 为推动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国从未向俄乌冲突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性武器 严格管控军民两拥物像 包括无人机出口 反对将民用无人机用于军事目的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借乌克兰问题 对中方抹黑施压 对中方实体和个人滥失非法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